大家好,我是宋文,歡迎回到香港王金一代 HKGENG的頻道 這次和大家講一下關於 最近一宗在國際上很轟動的新聞 就是澳洲就撻定 將他和法國合作 叫法國去幫他起潛艇的合約 就撕毀了,大家都知道 最近說英和美國答應幫澳洲起核潛艇 法國之前的合約 幫澳洲起的只是傳統動力潛艇 這次有什麼影響呢? 可以看到一件事 我以前講過 和國際之間沒有什麼道不道義的可言 就算西方國家的陣營之中 西方國家和中國說 我們有多少盟友盟友在一起 好像很鐵 其實一點都不鐵 你看看 這次澳洲就說 華斯 就撕了一張合約 當然他也很損失 在金錢方面 你以前下了一些訂購 就擺明塔訂購 就收不回了 也很明顯 有人說 當然你可以選擇核潛艇 當然可以選擇核潛艇 怎麼可以選擇動力潛艇 但怎樣也好 因為之前 法國投標 經過這麼久的磋商 幫澳洲也簽約合約 和法國 說要建造12艘潛艇 嘩 經過這次的事件之後 因為他最近澳洲和大陸反了面 受到大陸很多制裁 覺得自己本身國防方面很脆弱 就需要加強他們的軍事 所以決定寧願 撻還是不要的錢 就去改為買核潛艇 和英國和美國 所以這個事件就可以告訴你 其實這個什麼國際國與國之間 無論對方是你盟友也好 敵人也好 根本就是沒有什麼道義可憐 最重要的是 在這些關頭 尤其關鍵到自己的國防利益方面 就要施衛合約 就施衛合約 因為這些就是 根本 百多二百年來 你可以看到很多英文例子 所以這次就講到這為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什麼道義 什麼盟友 在改革之間是不存在的 OK 拜拜